刘强东美国被捕的背后,这些细节太可怕。 一个家有娇妻,掌管千亿帝国,对袁公如兄弟的中国企业家,会性侵一个穿着暴露晒胸晒腿的女大学生。 你们信,我还真不信。 所有人都只顾着跟风转发刷屏,却没人注意这些令人细思极恐的细节。 1. 美国三大媒体集体放到头版头条,罕见至极,生怕有人看不到中国企业家的丑闻。 美联社 我钱呢?王源爱站在原地大声喊道,但自己有多少钱自己也不清楚,毕竟财不外露,自己的财产还是不能轻易告诉别人。 所以在这玄关之内的密封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尽管自己撕心裂肺,但外面人丝毫听不见里面的动静。 看着空荡荡的一切,王源外一脸惨白,但他还是让忍住内心的愤怒,缓缓走出,对着周围的人说道,你们这些人如果不在三天内将我丢失的钱找回来,我就杀了你们。 他们听到园外如此猙獰的表情,众人纷纷一愣,随后连忙点头,但丢失了到底多少钱,这是士兵都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们也不敢问,直接低着头然后慢慢退下。 看到众人离去,王源外一直在想自己的钱财为何会被别人盯伤,而且自己的钱财只有自己知道在哪里,其他人也不知道,难道是内部人干的? 可这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刚刚来不久的王大纳,难道他知道内幕?想到这里,王源外急速赶回了房间。 房间中王大纳也是在焦急的等待对方的归来,毕竟今晚的事情十分重大,如果对方家中真的丢了东西,那自己这条信息很可能让自己在本地更加如鱼的水,心想事成。 这时候,门外王源外正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一进门便把外面的门给关了上来。 虽然一脸紧张地问道兄弟,你刚刚所说我家是不是少了东西,你怎么知道?看到对方的表情,王大纳心中也是一戏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到底少了多少钱,但看到对方的表情就知道,肯定不少。 心中也是暗自窃喜,这种事情不正是自己立功之时吗? 于是便说道敢问是不是丢钱了?王源外次时也不敢再隐瞒于是连连点头。 看到这里,王大纳表情异常精彩起来,于是说道大人现在是不是还不知道小偷是谁。 王源外连连点头,毕竟那些钱可不是俸禄,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钱,王大纳也不是官场之人,所以说一下也是可以,只不过稍微一笔带过即可。 没错,我正想知道呢,你有消息?没错,我这么晚赶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秦王大纳说道。 看到对方一脸认真,而且丝毫不像吹牛的样子,圆外也是有些感动,于是说道你说我家把手如此森严,而且还有高手坐镇,怎么可能在这个眼皮子底下出现被盗的事情那是不是内部人干的? 王大纳,王大纳轻轻摇了摇头,这个时候他其实也要拜出一个高人一等的子,这样对方才会渐渐的士气自己来,毕竟之前也说过王大纳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要不然也会。 除了这三大媒体,还有路透社乔报纷纷也进行报道,内容皆为中国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打周英涉嫌性犯罪被捕。 谭老师地理工作室综,转载请注明。 也正是这三大美美的报道,掀起了国内风传热潮,直接把刘强东送上热门,微博热搜全是刘强东,性侵被捕,张泽天,京东。 2. 王健林之子王思聪,被称为娱乐圈纪检委的王思聪,到底有没有实锤? 刘强东姓亲事建议出所有人都在疯传王思聪在下午3点27微博发的这句话。 而大凡对微博有盯点常识之人都会知道,一切发开玩笑或调侃的话语,均会在末尾放上垢头的表情。 就是这样的断章取义,大量网友和媒体配上了刘强东姓亲,王思聪实锤,价格没谈拢的标题和内容。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前货币基金会主席卡恩吗? 。 因为要搞独立货币对抗美元,被美国是位眼中钉,就在前几年,一向名声颇家迪卡恩在美国参加会议时,竟然神识鬼差的性侵了酒店做保洁的大妈。 狼狼狼独立贴卡恩从此微信全鲁,狼狞下台,性侵按后来也不了了之。 。 刘强东是中国电商的标杆人物,在中国和美国贸易战僵持不下之际,不排除美国拿中国的企业家开刀,社局拿下刘强东。 。 3.我们再来看网传的这个所谓的女大学生 据说她还是个网红,随便翻了一下她的微博抖音,不是晒胸就是晒腿,生活照的尺度也大到令人砸折 同时还爱炫富晒车 姑且不谈这像不像一个大学生的正常作风,刘强东会性侵一个这样的人,天灵难容 网友的评论真是毫不给这个故事留学念,同时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如何进入到这样的场所,是如何接近刘强东一点重重 4.最后,还有个惊人细节令人恐惧。一个月前轰动全国的疫苗事件,当时是刘强东第一个站出来暴怒声讨 5.数一人一听刘强东,但这是刚过了几天,三年前一场性侵案就被翻了出来,当时酒赤裸裸把刘强东挖下了水 5.而事情的真相第二天才被曝光,设在刘强东的宴会上,一位客人性侵他人,而当时所有人都指向刘强东 5.惊魂未定,刘强东则已身是法,这样的概率几乎未灵 5.或太过高调,被设局陷害,可能才是这件事的真相 5.每连设公布的刘强东被捕照 6.当然,刘强东被捕已是事实,在美剧部的照片刚刚也被曝出 6.但性侵的背后可能真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6.所以别着急,这不是一场中国企业家丑恶面目的揭露,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现中国企业家于不义的惊天阴谋 7.当然,对于我而言,我更相信是后者 7.种种的细节来看,这背后很可能就是一个团队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8.不要再等美国警方的通报和美国媒体单方面的消息了,中国也要出手彻查,这关乎中国企业家的清白和命运 8.希望刘强东早日平安回家,还他一个公道